你就是问春雨的姑娘 会这样的招呼接触吗 有吗 哈哈 那就是你跟赵薇姐有接触的吗 呃 你的意思说会不会反对啊 什么 没有 赵薇姐之前有接触过 赵薇姐之前有接触过 就是没有那么直接打个招呼 只是在演出的时候碰见的时候 班长里也碰见过 但真正的去接触 还是你这第一次 看过啊小燕的 就陪我度过 哈暑假的 跟我妈妈天天玩而已看 你妈知道你要 野汉是什么样的 我妈妈也没怎么说 对啊 因为我妈妈和我爸爸很 呃 不是太 去怎么管我的工作啊 我这样去问呢等等 我也不想告诉他们 嗯 那可能就是每天你叫知青天吧 嗯 很多人在青春的时候 都会说追梦的 嗯 你青春的时候你的梦想是 我追梦的就是 想成为舞蹈家 舞蹈家 对 因为我以前是学民族舞专业嘛 那我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好苦 我天天去压腿梯腿 每天做同样的动作 我就觉得很烦 但有一次好像在二年级的时候 我看了一场舞蹈晚会 全是舞蹈家 跳舞啊 一场晚会 所以那时候哇 在舞台上魅力有那么大 从那开始我就觉得 我要成为他们 在舞台上去跳舞 嗯 要成为那么好的一个舞蹈演员 所以那时候一直想去做一个 好的舞蹈演员 或者当老师 编导 嗯 没有想过去做明星 就做艺人 唱歌 演戏倒想过 我还挺喜欢演戏的 对 做演员 所以那时候毕业以后 也是想 想过去考一考北地下冲戏啊 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 嗯 没有办法 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梦想了 就误打误撞成了歌手 �看 再来 哈哈 哈哈 生